8月21日,在《风云》中饰演颜莹的女演员田丽 在某社交平台上发文案指最近去世的熊霸千叶真一 在拍摄《风云》时不仅迟到早退耍大牌,还性骚扰他人 在接受谈媒专访时,田丽还提到自己当年和千叶真一很不对付 纠缠媒打一仗 此前她在另一条动态里说 尊重千叶专业的演出,但对没有义得的同意还是无法苟同 评论区网友以为是田丽本人在片场遭遇了什么 但是她回复网友,是千叶真一在拍摄电视剧《风云》时欺负翻译姑娘 据悉早年间孙心也在采访中透露过 有位日本艺人在片场摸女翻译的时候还要求对方去她的酒店房间对戏 最后无奈剧组给她换成了蓝翻译 再结合田丽的爆料来看,千叶真一的人品还真值得怀疑 不少网友觉得田丽这样做不尊重死者 不过也有人认为田丽是想表达自己的缅怀之情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将千叶真一塑造成得意双线的老艺术家 让大家知道千叶真一是怎样的为人 田丽本人也认为死者伟大,还是助千叶真一能一路跑走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